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四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喜乐牛奶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喜乐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真言十二章二十节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亲爱的小朋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兄弟姐妹或是好朋友吵架的经验 还记得吵架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如何呢 是吵枢了觉得很怨恨 还是吵赢了觉得很快乐 其实不管吵输了 吵赢了跟家人朋友吵完架后 一定都很失落 很不喜乐 即使自己没有参与在吵架中 只要周围的人有争吵 我们的心情也一样会被影响 所以圣经才会说 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所以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 要想想看是否要发这个脾气 而周围的人开始有争吵时 我们可以试着去帮助他们 让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伸缩喜悦的环境中吧 让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 真言十二章二十节 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 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提醒我们和睦是多么重要的事 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升起的时候 或是周围有纷争的时候 我们可以勇敢站出来做和平之子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去劝人和睦 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